哈囉各位新立院新觀點政治庭安庭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7月1號小朋友放暑假家長要崩潰了 這個立法院的第一會期也即將進入尾聲 這個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在觀點跟大家聊天 不好意思今天比較晚開始因為剛剛我前面有通告 反正今天就是一個12點質詢完然後就馬上趕 趕完又再趕過來 這樣子的一個超緊湊的行程 不管怎麼樣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一週的最新的政治情報 這個我是主持人劉雪庭大家好 這個老樣子 這個如果我們所有的好朋友有任何意見 或者是你想要聽什麼題目 因為其實這個禮拜一那時候是14 想要聽什麼樣的題目 歡迎在聊天室的留言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那今天首先呢跟大家聊聊這個選霸法 雖然我個人是不太想要多手琢磨 等一下跟大家上個禮拜 我其實跟大家蓄名理由了 因為這個法案修正的實際跟論述 我認為都不是非常完整跟周全一個情況之下 貿然推動我想壓力是很大的 但不管怎麼樣有些最新的情況 還是要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做一下報告 畢竟我是內政委員會的 閃一閃不掉了 所以就跟大家聊一下 預計喔 本黨黨團大概是預計在今天 這個禮拜的禮拜三 7月3號跟禮拜四來做安排 禮拜三的部分呢 安排的是公聽會 公聽會 就是讓不同黨派的立委推派代表 在公聽會上發表對於選報法修正的一些意見 那你可以預期的大概是一個正反俱成的一個狀況 那麼禮拜四本來安排了這個尋答 也就是說這條法案修正的過程中 政府機關的意見是什麼 那按照法案審查的過程中 尋答完之後可以選擇 是不是要進入逐條討論 如果進入逐條討論就是所謂的法案處理 在委員會的時候大家各書幾件 那麼看看有沒有共識 讓這個法案通過委員會的審查 也許是在有共識的情況之下就送去二三讀 沒有共識的情況之下可能會進入所謂的朝野協商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當然免不了 到底要不要送出委員會這件事情 沒有共識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會動用到 所謂的一個表決 那麼所以大家就講說這一天的變數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為什麼要再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呢 因為今天稍早我們都收到了消息 就是說民眾黨對於這個法案目前的態度是越發明確啦 也就是說跟過去他們的說法並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仍然是反對國民黨黨團提出來的版本 那民眾黨在內政委員會的麥玉珍委員 那天也是會7月4號 也就是處理法案那一天 他是會出席會議的 那麼出席而且會表明確的表態 不贊成國民黨的這個方案 所以說這件事情對於法案的推動就造成了實質上的阻礙 這我一直要講嘛就是說 修改選罷法是一件 扛歷史十字架的責任嘛 因為就是說修這個法就是你再次 我講雖自公亦不公嘛 雖無私亦有私嘛 所以這很難在立法院討論的原因就在這裡嘛 你先天就背了一個包袱 大家就講說你是為了自肥為了自己要開脫 然後我們反而會遭受更多的騷擾這些部分 我在上禮拜的節目其實有跟大家做一些說明 那我一直在乎的是 好你要大家去扛這個十字架 但相對來講你的你要扛要過啊 你的法案要有通過的機會啊 可是我一直講嘛 你要扛這個十字架之前兩個要件 第一個叫做時機 第二個叫做論述 叫缺一不可這樣一個關係嘛 時機的缺一不可表示什麼 如果民眾黨沒有支持我們的法案 就像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他們明確的表達了反對 那麼我們在任何場合的投票啊 都不會有優勢 為什麼呢算個席次給大家聽 內政委員會的席次比例是這樣的 我們總共有十四席的立法委員在內政委員會 行我在內齁 十四席的立法委員是藍六綠六啊 白一無一啊 什麼意思啊民進黨六席 國民黨六席 白的那一席麥玉珍委員 剛剛講過了 那五黨籍那一席呢 高金蘇美趙偉 那可是呢通常在排審的過程中啊 這個禮拜輪值到誰來排審 輪值到高金蘇美委員來排審 所以他要做主席台的 他做主席台是不能投票的 除非平票表決嘛 除非平票表決 換言之你就少一個人嘛 對不對你就少一個人嘛 好那你少一個人 在大家全員出席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國民黨六個 跟民進黨六個對不對 再加麥玉珍委員 你當然是7比6嘛 你是有人數的優勢嘛 可是萬一 麥玉珍委員 他說 有一種可能叫 麥玉珍委員不出席投票嘛 他不出席對不對 講不出席的時候 那是不是藍六綠六 那高金委員要做最後的裁判 然後平票的時候 由主席才是之對不對 但問題是 問題是 麥玉珍委員已經講了 他那天會出席會議 而且他不贊成國民黨的版本 那換言之他就投反對票嘛 那反對票就變成民進黨七 對不對 綠加白七 國民黨六 那不就 那不就糗了嗎 那不就糗了嗎 所以說 這件事情 遇到的障礙 就一如我當初跟大家講的 如果你在時機跟論述的東西 沒有把握好的話 這件事情 不是 想不想的問題啊 是你做不做得到的 實務面的問題 好 那今天稍找黨團也有最新的說法 有開了這個記者會 當然是記者會裡面 把民進黨過去修正選拔法的歷史 紀錄拿出來講了一講 確實是這樣啊 這個民進黨當初也想說 要把門檻改成 這個當選得票數加一 他想的一樣 因為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曾經 因為 因為罷免淪為報復工序而互相傷害 而有所 戰力有所折損 所以說他們那時候有提出相關的版本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那就公諸於是讓大家知道 但即便你講了這件事情也不 也很難改變 也很難改變民眾黨的態度 民眾黨現在的態度就很明確 他不想要在這時候捧著題目 他不想要支持這樣的一個版本 那原因也很清楚 罷免是直接民主的一個行使 那立法委員又 雖然民眾黨都是不分區啦 但是這個事情我講了嘛 這是算涉己事物嘛 所以你才剛剛經過國會改革大戰 國會改革也算涉己事物啊 因為那試涉立法委員權力的一些調整 那當然強化監督權 這件事情我們行的正做的端 就沒有問題嘛 可是你在剛修完這部法 而且基本上是 大家已經是很不信任的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要再走政治性的法案的話 那主力一定更大嘛 主力一定更大嘛 你可以預想民進黨的操作一定就是 這群人修法心虛嘛 所以要調高門檻保護自己 就這樣 你光是解釋這件事情 解釋沒有完嘛 所以我講你在建構論述的過程中 是很困難的 困難的 這是個客觀 務實的修法考量 你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現在民眾黨不支持 所以如果你要用硬式送出委員會的方式 恐怕壓力很大 恐怕壓力會非常大 即便你硬式送出了委員會 你送到大院表決的時候 那民眾黨會被迫 因為你曾經話講在前頭 然後國民黨用強硬的方式處理的時候 送出委員會在大院二三讀要表決的時候 民眾黨很有可能是投反對票 換言之這法案不但沒有通過 還變成前面再也合作最大的破口 所以那該改變戰術 黨團我相信他們也改變了戰術 什麼樣叫改變戰術呢 今天早上就講了 今天透過公聽會跟法案的尋答 我剛剛開中迷 為什麼要先跟大家講程序是什麼 7月3號先開公聽會 聽大家的意見 7月4號先開尋答 也就是透過質詢的方式 瞭解官方單位的立場 看情況決定要不要進入竹條討論 因為進入竹條討論就是深水區 也就是我希望把這法案往前推 希望甚至有機會把它送出委員會 可是如果現在狀況你走竹條 只會被打臉而已 我講直接而且務實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你只會被打臉而已 這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這是你做不做到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靈活的調整戰術 本來就是政治攻防的一部分 換言之 如果把這個改成討論為主的形式 也就是7月3號公聽會 一樣都聽大家意見 7月4號我們排案 我們是有彈性的 我們可以只進行尋答而已 也就是說讓高經委員組織會議 或者是甚至 因為高經委員其實身體是不舒服的 他身體是不舒服的 所以說有可能讓代理主席來執行 也沒有不對 反正用意是什麼 聽聽大家的意見 民進黨委員諮詢 國民黨委員諮詢 民眾黨委員諮詢 官方的意見是什麼 那個也是一種 會整共識的一種方式 當然政治性法案 爭鋒相對 很難有共識 可是你至少會知道 你對手在想什麼 你至少會知道 大家都是民意代表 代表不一樣的民意 我們要了解 國會的運作規則跟邏輯的時候 你就要先知道 我們是什麼產生的 我們是大家投票產生的 每股每一掛的選民 想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票比較多 那我們就要先走 那透過討論的過程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聽到各方各面的論述 我常常講 時機跟論述缺一不可 要推動選辦法修正 本來就有這兩項要件 第一現在不是好時機 第二我們的論述不充分 那我們就借用7月3號 跟7月4號這兩天的討論 來增加自己論述的厚重度 也就是我透過公聽會開 學者專家意見是怎麼樣 公民團體的意見是怎麼樣 這個行政單位在尋答的過程中 傳達出來的意見是怎麼樣 民進黨可能會用哪些方式來做攻擊 那從這些東西再去匯整 然後我們再想出 未來我們如果真的 時機到了要推動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說服社會 就是這樣 只能這樣做 只能這樣做 這其實跟我過去在黨內主張的 就沒什麼不一樣 我只講時機跟論述 如果沒有到位的話 硬要推 推不動 推不動 推不動之後我們還會被罵 當然我覺得被罵是小事 搞政治沒有不被罵的 搞政治沒有不被罵的 所以也不是要當不沾鍋 可是我講的都是務實修法的問題 如果這次沒有辦法解決 他這反正就是修不過 那既然修不過 還有可能被罵 那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非得要做這個事 好但排了就排了 你現在國民黨 你要叫國民黨 再把它收回來 好像也不太容易 你收回來 那你前面在幹嘛呢 對不對 你前面在幹嘛呢 好吧那就把它轉一個形式 以討論為主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透過公聽會跟巡達 聽大家的意見 厚實論述 你如果問我 怎麼樣充實自己的論述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必須證明 你必須證明 罷免機制的門檻 相對低的一個情況下 已經被政治濫用了 已經被用來做政治惡鬥了 那你還不能講自己黨的例子 因為我講了嘛 這個法案最難論述的地方是什麼呢 最難論述的地方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讓大家認為 你是為了自己人在努力啊 你不能讓大家為了 你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 任何一個法案 如果修法的時候 沒有名分 沒有大義主張 對不對 你讓人家覺得說 是為了自己的時候 那完蛋了 那完蛋了 光是正當性你就輸光了 所以不能是 像國民黨你拿謝國良當例子 即便你講的是對的 人家來講你是為了保護自己人 民進黨如果拿王浩宇跟陳柏惟當例子 即便他講的是對的 大家也不相信 意思是一樣的 這是大家都不能雙標的 那唯一大家可以思考 是不是惡鬥造成的這個行政 或者是行使職權受到影響 哪些案例要重視 里長的案例要重視啊 里長的案例要重視 為什麼里長的案例要重視 門檻變低其實讓整個投票相對 你想說弄到議員弄到立委 其實都即便門檻25%都很難啊 客觀來說都很難啊 你要連署什麼什麼東西的 你沒有花大資源 或者是沒有天時地利人和 你要推過一個罷免案 哪這麼簡單的事情呢對不對 但哪些地方一直發生 里長一個里 1000人2000人的里好不好 25%才多少 2500人 500人有沒有機會啊 非常有機會啊 里2000人的里對不對 塵埃人數才200人 10個人沒有一個嘛 塵埃人數200人 所以其實真正很多 然後在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角落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是有很多里長罷免案 好那你總要了解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吧 哪些里發生了這樣的事 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罷免這些里長是天公地道 還是報復措殺 總要準備吧 開座談會吧 聽聽他們的意見吧 聽聽他們的心聲吧 對不對 去瞭解一下這狀況 也許里長的案例 村里長的案例證明啊 比如說這 這法案降低門檻之後 比如說38個里長 因為這樣的東西 慘遭惡鬥 甚至慘遭罷免 那這些里長 他其實 經過我們的調查 跟了解之後 他其實是乾乾淨淨的 但是因為越是基層啊 智慧末節的事情越多 智慧末節的事情越多 那種小事引發的怨氣也很多 那有時候拿來變成報復的工具 就很常發生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要我講會講不出來啊 因為還沒有研究啊 我是不是針對這東西做個廣泛的 收集跟座談 我未來整理出一些數據 比如說有在這個法案 現行的機制下 有多少里長因為這樣子 受到了 有多少里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 變成互相仇恨 然後互相報復 然後讓里政被耽誤 你是不是講的東西 跟你自己本身的 是無關的 但是是確實跟基層是有關的 你在這樣子 未來就論述說 我們要有合理調整的時候 才站得住腳 這是我講的 這叫做 他們講的焦田訪談 你先了解一下 食物上的影響 影響了哪些人 那事情是什麼 那要具體啊 你不能說 我講概念大家就 這概念是對的 這概念是對的 可是概念是對的 不夠啊 我們在逐條審查法案的時候 那一坐在那邊 搞不好從早上9點要坐到 晚上9點說不定 你只是講概念的事情 你能講12個小時嗎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你一定要多去 收集相關的案例 甚至他這案例來 來開開記者會 這些現身說法 你是不是慢慢慢慢猜說 我是為了 這些基層人 不要流於政治惡鬥 我們自己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正當性才會增加 這就是論述的厚實度 那第二個是 我們到現在為止 目前啊 我們都針對立法委員個別 針對各黨 針對選法法的態度 媒體都有做 調查跟訪問 也寫了很多的新聞 可是有沒有做過民意調查呢 我現在很擔心的是 我不太確定 我們贊成或反對是 我們到底是不是代表 真正多數的民意啊 我們真的代表 我們在聊天室裡面 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反對 對不對 有些人覺得實際不到等等 這都是需要被整合的意見 不是嗎 那何況是聊天室以外 這麼多的社會大眾 對這件事情的觀感是什麼 他們希望的版本長什麼樣子 難道我們不應該做一下 田野調查嗎 我們不應該做一下民意調查嗎 收集一下數據之後 也許 這個確實是多數人都覺得 沒有自不自肥的問題 有的是我們必須要立刻 而且馬上終止 用罷免變成政治惡鬥的工具 如果他是一個主流民意 那奇異來歸啊 大家奇異來歸啊 也不會只有國民黨的問題 國民黨看到 如果這符合大多數民眾的意見 他難道不能修正嗎 他當然也可以修正啊 連民進黨 民進黨過去提過版本啊 民進黨過去提版本他沒有過啊 那個現在如果主流民意都認為說 該畫下句點啊 不要再透過這種方式 進行惡鬥的時候 那也許民進黨也不會反對 那也許反而是有共識的情況下 通過也有可能啊 可是如果沒有人去做 沒有人去整合這些民意 沒有人去梳理這些民意 沒有人去論述這些民意的時候 誰說了算 誰說了算 萬一大家都 我們都認為說好像對啊 我們也不希望政治 罷免淪為政治惡鬥的工具啊 可是我我我 即便是我是民意代表 我都不敢講我代表大部分 真正的意見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啊 那是不是做一下做一下準備 所以我認為比較妥視的做法 這妥視的做法 是7月3號跟7月4號的討論完之後 就針對這些事情 受害者的故事啊 做一下會整啊 民意調查做一做嘛 你中間可以慢慢的 讓受害者的聲音多一點啊 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罷免不是大家只 單純想的 只是為了這些立法委員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為了縣市首長的利益 不是嘛 有很多人被影響 你可以做論述做曝光啊 然後讓他們了解之後 看看民意對這件事情 會不會同情啊 會不會改變啊 最後做一個民意調查 確定我們要站在民眾多數那邊 這才是完整的為民代言 為民喉舌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啊 這樣你才能夠降低這個法案的政治性 增加他的這個社會的說服力 你未來在推的時候才會水到渠成啊 未來如果說真的我們講把這些工作都做好了 就是受害者把話講 幫他們把話講清楚 這民意調查也確定我們站在多數的時候 我們該強硬的時候我們就強硬 哪怕表決輸掉我們要強硬 我們有底氣啊 這就是我講的嘛 有論述 那有論述的時候 時機才會來啊 如果你論述很紮實的確定它是 慢慢讓它變成一個大家都同意的事情的時候 民眾黨就會就會基於 基於在野大意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他配合了嘛 那是不是論述跟時機有的法案就通過了 法案通過我們還相對來講受傷害比較少 這個才是我們想看到的例子嘛 這個才是我個人想看到的例子 那當然黨的節奏那沒辦法 他做黨籍立委 黨的任務也是任務啊 我們能夠當選立法委員 除了我們自己對於個別選民的吸引力之外 也有政黨支持者嘛 所以民意代表兩難本來就是這樣啊 這個黨一立委跟民意立委 他本來就是灰色地帶啊 你不可能完全做黨一立委 你也不可能做完全民意立委啊 因為兩邊的支持者都支持你啊 那有些時候兩邊支持者想的不一樣 那就要整合嘛 那就要安排節奏嘛 那至少我能夠做到的是什麼 我能敘明所有我的政治決策的理由 我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的人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跟人家報告 為什麼我做這樣的決定 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 那錯或對交給人民來判斷 我是一個相信選民的民意代表啊 我是一個相信 不管你是因為我是國民黨支持我 或者是因為我是牛許婷 所以你支持我 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到最後我們都要把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做的決定 為什麼這樣做的決定 跟人民交代 跟人民交代 那也許人民接受或不接受 那結論就是我們能不能繼續走這條路啊 人民如果接受我們就繼續走這條路 這路線是對的 人民不接受下台式鞠躬 謝謝再聯絡 就這麼簡單 這個也是面對現代政治啊 我認為不二法門啊 因為你要我去用奇怪的方法 這裡講一套那裡講我做不到的 我做不到的 我寧願大門大路坦率稱臣 好那接受大家的這個 我相信我的選民嘛 就是這樣 好 李李拉拉講了一堆 看看大家的意見 看熱烈討論你看 這個思想中心說不用想太多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做 我們剛剛在討論其實就是該怎麼處理 因為實務上他就是有一堆關卡卡 好一堆關卡卡卡 所以你遇到關卡的時候 你萬一這個兩頭空 那也是挺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就把話已經講 非常的清楚 他客觀的障礙在哪裡 你要怎麼去突破 怎麼突破加強論述啊 透過討論加強論述 這個說法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完全可以接受 李柏麥講說先公定位可以啦 現在修會被貼自肥的標籤 不過我有點小小擔憂啊 但看起來應該還好 當初那時候說要排公定會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有講說 就你看我們辦公室在討論法案 砂盤推演 我如果是民進黨會怎麼搞這事 我如果是民進黨看 欸國民黨排了一個選爸爸公定會 我要怎麼搞事 我跟你講我不一定找學者專家 我如果都找罷免團體會怎麼樣 我如果全部找罷免團體 因為民進黨我記得是七七一吧 各可以推薦七個學者專家 或者是公民團體 我說那公民團體都是罷免團體 然後他來這邊連續七個發言被打造式 那也是那個是風險 那這件事情我們都有提新黨團 但是也許不會啦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針對 針對這些針對我們這些立委或什麼 感覺起來都很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很明確的樣態 看起來都是民進黨在背後 或者是他民進黨的極端支持者在背後 興奉桌浪 他們有沒有能力串聯起來變成一個組織 然後很清楚的公定會上論述 不一定的 但有這個風險 你看我們每天都在想這些事情 就是大家很直觀想說 要做或不要做很簡單 可是你實務上有很多事情要考慮的 所以那就先走走看吧 反正決定了就決定了嘛 Q2講說那以後民眾黨推了法案 那國民黨也不要支持啊 這個就是民進黨想看到的結果嘛 當然從義氣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這樣子啊 你不忍我不義剛剛好而已 江湖就這麼回事 可是理性的思考跟客觀的判斷 這不就是民進黨想看到的局嗎 所以我才講實際不對啊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情 變成在野合作的破口 不能讓這件事變成在野合作的破口 因為除了這個法案之外還有一大堆啊 我們未來比如說要幫醫護 爭取更好的權益 要推健保點值 民眾黨要不要支持 那要吧 對不對 我們馬上要推出租賃市場透明 民眾黨要不要支持 要啊 對不對 我們未來要推一些建設法案 或是民生的法案 要不要互相合作 我認為還是要的 我認為還是要的 你想想看嘛 你如果只是純粹講說 我就是要跟民進黨對幹鬥爭的角度 也可以 請問柯建民最不想看到什麼局面嗎 柯建民是每天在那邊塞人 欸奇異來歸喔 民眾黨沒用的巴習喔 他不就是 他不就是希望 他把藍白要拆開嗎 他越希望的事我們就越不能做啊 你說鬥爭的角度我也說得通 對不對 所以這 雖然大家 如果聽到民眾黨是這樣的反應 大家一定很不愉快嘛 可是人家人家的立場啊 政治就是這樣子啊 大家立場不同的時候怎麼商量嘛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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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嘛 這就是政治工作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有些人講說 有些人說贊成要修 有些人說 現在沒必要修 有些人說不是好時機 有些人講先挺過 這個基隆這一場 我也覺得基隆這一場還蠻重要的 那基隆這一場不管門檻 這個修法的過程順利或不順利 其實都跟基隆這一場沒有直接關係 因為不可能塑及既往 不能塑及既往 不能塑及既往 如果真的塑及既往就慘了 你會把贊成罷免的人全部吹出來 那反而對國糧市長是很危險 但是我們會不會去幫 國糧市長 那絕對會的啊 為什麼要幫呢 我們要把話講清楚 之所以站出來幫人 跟著門檻跟著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 就是破到底了 就是要對決了 謝國糧當初所謂的拆糧行動 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而聚集 為什麼而發起啊 各位 因為什麼 Net的案件對不對 大日公司那個案子 當然處理的過程中沒有很細膩 所以給他逮到了話頭 可是處理的過程有沒有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啊 為什麼呢 判決判出來了嘛 基隆市政府勝訴了嘛 這BOT的案子本來 時間約期到交還政府天空地道 我政府可以重新找廠商重新議約 這都是案法辦事啊 那你前面要挑剔他 要質疑他 不是案法辦事 那交給法院來做裁斷 你民進黨現在是輸不起 到連法院的判決 你都不承認了嗎 你口口聲聲說要什麼 這個事件要找大法官 那個我們要相信司法 維持客觀中立 結果這件事情打你自己的臉 你又不相信啊 又要訴諸民眾訴諸罷免了 請問有道理嗎 沒有道理的事嘛 沒有道理的事 要不要講清楚 當然要講清楚啊 所以如果到未來 真的是這個事情走向熱戰啊 街頭巷尾 我們就是強打這件事情 就是法院已經還給基隆市政府公道 你這拆良行動 致死就沒有正當性嘛 那再來就是考驗基隆相信的智慧 我相信他們是有智慧的啊 當罷免到時候就有點類似選舉啊 他是個兩方宣傳勢力的對決 也就是說我能不能讓我的支持者 知道為什麼要出來投這張票 不管你是贊成罷免 或者是反對罷免 你都要知道為何而戰 那我們要在這個街頭宣講也好 文宣公事也好 在這過程之中啊 在這過程之中 把為什麼要站出來反對罷免 真實講清楚 然後讓所有藍軍的 甚至民眾黨支持者 要站出來 去終結這一場鬧劇啊 因為這場為什麼講它是鬧劇 因為你最重要的號召已經破滅了嘛 我今天要號召罷免一個人 我有一個很崇高的理由 我為了這件事情而出兵嘛 打仗要發席文對不對 戰爭理由消滅了 你還繼續打仗啊 那你不知道惡鬥是什麼 好我們今天講的很簡單啊 這大家一聽就懂了 可是問題是 有很多人跟基隆的鄉親講這件事嗎 他說沒有吧 好像還沒有吧 所以如果真的到最後黨的決定是要熱戰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件事情講透 講滿講好 讓基隆鄉親知道 要站出來反對罷免 因為這件事情的出兵的理由 他的大義民費已經消滅掉了 這罷免自死不正當 你如果不站出來否決 你就是政治惡毒的幫兇 這當然理由出來投票 你沒有人去宣講沒有人寫文宣沒有人去作動 他不理你啊 我就覺得不管我的事啊 反正我不出席也是 也是不贊成罷免也可以 那就是冷的思維嘛 可是有可能有冷有熱啊 冷的風險是 萬一他們一頭熱真的剛好26% 你不是懊悔終身 對不對 那你如果熱了 有可能他就一定會超過25% 但你就壓過他嘛 你26我30啊 對不起啊 沒有通過 那也是一種勝利啊 那就看最後大家用什麼樣的一個 這是作戰嘛 選舉作戰 大家用什麼樣的兵法 用什麼樣的戰法來決勝 那我們想我們都非常樂意配合 因為我這事情很清楚 拆良行動致死不正當 致死不正當嘛 所以以後大家如果 你要跟基隆好朋友去討論的時候 你就講致死不正當啊 因為他們當初是直營Net這件事啊 法院已經還給基隆市政府公道 照理來講 那罷免的人要民進收兵啊 我打仗的大義民費消失了 我還打什麼仗 我要退兵回家 這樣才對啊 可是這群人流氓土匪不會跟你 不會跟你講道理的嘛 不會跟你講道理 好那只好 只好這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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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說 沒事扛十字架 被笑不敢戰 怕被罷免就不要出來選 KMT什麼時候才要覺醒 選民想要看到的是敢戰的KMT 這個 對啊 這是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你不要怕 沒事大家會做你靠山 這就相信選民的邏輯啊 這個邏輯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所以我覺得 實際不對那就 那不要硬來嘛 不要硬來嘛 因為硬來 只會讓我們被騷擾得更嚴重而已 這個 這個 郭凱夏說 說我想問 白不是戰人修連署嗎 連署要不要修 連署要不要修 問題是這樣 是現在提出來的 因為選罷法是一步 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的法律 我們現在提修法叫做部分修正 哪幾條要修正 可是連署的沒有人提啊 所以在討論過程中 不會討論到連署這件事啊 因為沒有修正案啊 所以民眾黨如果說要修連署 比如說要付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 你民眾黨先提個版本 送進委員會討論 你才可以說我戰勝這版本 那這個也有可能是 選爸爸走的最後一個打型 也說不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門檻這件事情 大家意見不合 可是付身份證連署 我覺得沒什麼 好像也沒什麼不對的 如果是這樣 那變成國民黨支持民眾的版本 那最後也過關 也有可能走出這樣一條路 但是關鍵的是看後面 一樣嘛 不管你要走哪一種方式都一樣 第一個時機啊 第一個論述啊 時機就是大家能夠合在一起啊 第二個論述就是 合在一起之後 你也要跟社會大眾說明啊 你也要跟社會大眾說明啊 所以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回答一下 說是因為 沒有版本進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討論連署門檻的一個問題 不過 這個我剛剛看議程的變更 又送了一個民進黨的版本進來 他好像有連署這樣 但我還沒有確認 還沒有確認 這個就 禮拜三禮拜四的公聽會跟審查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後面的發展 所以 看看 小谷翔平三刀流說 老實講我也不太贊成 因為是公民的政治權利還是暫緩 可以討論連署方式跟程序的嚴謹性 還是有其他的方案可以推動 有的欣賞說 我贊成修選辦法 至少要這個 當選門檻加一啦 這就是國民黨的版本 這個藍營不要因為被質疑就退縮 這個我們不是因為被質疑就退縮 我剛剛討論的都不是 都不是因為你質疑啊 這不是你質疑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不是我們想不想的問題 是你做不做到的問題 現在民眾黨就是站出來說我投反對 那你怎麼辦 我們在討論都是怎麼辦 我剛剛講說實際跟論述缺一不可 是因為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衛縮 不要搞錯了 如果國民黨的支持者認為說 對這個法案的實質的內容 提出挑戰跟質疑就是衛縮 那很危險 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不能義氣用事啊 回到立法院戰場每天攻防 耳魚我炸 對不對 並不厭詐這是戰爭 如果義氣用事是有利的還是不利的 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 所以這不是衛縮的問題啊 我就講不怕被罵 我這國會都打架了 我怎麼會怕被罵呢 對不對 我講你客觀來說 我跟你講禮拜三禮拜四排案 然後送不出去 你是白被罵 可是我講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要排嘛 沒有嘛你就排嘛 就討論嘛 為什麼因為後面要論述嘛 我們都要把事情把它造造實實的做好嘛 它造造實實的做好嘛 所以就這樣子啊 但是為什麼我們前面要先講 因為如果有可能白馬 可能未來的時機通過的機率就降低了 這個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啊 所以我講的是客觀事實的問題啊 是客觀事實跟客觀問題 困境的問題啊 而不是害不害怕的問題 所以他說綠營之前過半的時候沒有再客氣的 重點是我們現在沒有過半啊 國民黨沒有過半啊 國民黨沒有過半啊 所以還是要務實的處理這個事啊 就是因為國會現在三黨不過半 我們都沒有辦法選擇國會長什麼樣 因為我們是個別區域立委啊 我只能拼自己當選 可是最後長出來是民進黨過半 國民黨過半還是三黨不過半 那不是我們能決定啊 那是全台灣人民決定的 但是是什麼樣的局 你就要什麼樣的方法來應對 這才是政治嘛 對不對 乾淨何能說沒有溯及既往 謝國良不會受益 沒有自肥的問題齁 但問題是立法委 我們就好幾個立法委 包括我在內都被點名要罷免啊 那除非大家敢 用另外一種邏輯 就是我們這一屆不是用啊 但是我就是要在我這一屆任內終結惡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贏民分就會強很多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這個跟目前黨內想討論的方向不太一樣就是了 不太一樣就是了 就是我 你如果問我個人 我是接受的 我是接受的 就我們自己不要適用啊 並把自肥這件事情拿掉之後 其實修主力就小很多了 平良心想是這樣 這始終最難的問題都在這裡 好 但是 就看吧 但是乾淨何能也說 拯救里長免於基層惡鬥比較有說服力 所以要花時間去研究一下吧 要花時間去研究一下 好 李靖哲說如何來驗證主流民意公投嗎 這不會那麼快到公投 但可以做民意調查 可以做民意調查 你可以多做幾波啊 你可以做一波論述一波 做一波論述一波 看變化 這也是啊 你很細膩要推動法案的時候 我就是會這樣處理啊 做一波民意調查 針對民意調查的質疑 我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述 然後看我有沒有說服更多人嗎 如果經過了論述說服 沒有用 還沒有辦法過 沒有辦法突破那個 那個門檻或找到好的時機 那退兵嘛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啊 但是如果 欸他改變了 那就趁勝追擊啊 那慢慢慢慢 那不就是又貼合民意又完備了論述嗎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修法的節奏 所以 內部討論是重要的 所以3號4號就給他討論吧 好去給他討論吧 我們都會 認真的把大家的意見記下來 好做為未來發展的這個參考 好 這個 謝謝大家 大家還謝謝我唸大家的留言 就有啊 今天就是 就是這樣嘛 總要把這個事情 這個說清楚講明白 好所以有些最新的狀況 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那還有點時間大家想聽什麼呢 這個 想聽莫名其妙的認知作戰嗎 還是 核能的修法呢 好這兩個都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好了 第一個是 我週末的時候 接到很多記者的電話 但是我都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他們都叫我評論那個 沈柏洋講說 看A片這件事情 然後我真的是 傻眼都爆炸 這個一場笑話有什麼好講 忍不住都要這樣說 對不對 因為 這真的很無聊 真的很無聊 其實所謂的認知作戰 就是講一些 是是而非的一些觀念 部分事實的觀念 然後加以渲染 然後加以渲染用意 是為了要用這樣子的一些說法 凝聚名義 然後達成政治上的影響力 這樣的一套邏輯其實就是 黑熊學院在講邏輯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這一段時間他在做的事情 難道不是認知作戰嗎 說有可能因為你用了VPN 所以他有可能會監控 然後有可能會用這樣方式 因為某一個學者講了 所以他會分析你的好物 然後他一定會投放 你講他全部不是事實嗎 他不 他是部分事實啊 部分事實啊 VPN有沒有風險 有風險 你的網路上的足跡 會不會被作為演算法參考 那是部分事實 有的會有的不會 你有沒有可能被監控 我們不敢講百分之百不可能 雖然我個人 如果在台灣的話 機會 有也是來自於王毅川啊 不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對不對 但這些部分事實 拼湊出來的一個故事 他達成什麼樣的政治效果 各位 他達成的政治效果就是 啊 中共好可怕 我們必須要 無條件的服從政府的領導 我們必須要揪出邪惡的第五重隊 要消滅在台灣的中共同路人 是不是打 是不是開始 用一些是是而非 部分正確的 鑼編造 或者是串聯成一個故事 重點是你用這個故事來幹嘛 你用這個故事來凝聚 這一群人 然後達成政治上的目標 那請問你 黑龍學院整個系統 你自己就在搞認知作戰 不是嗎 你的做法跟做大陸的做法 不是一模一樣是什麼 不是一模一樣是什麼 你如果講說我今天是反對這樣的做法 我當一個認知作戰的造妖境 我把不管來自於紅的 白的藍的 綠的所有的認知作戰 我都像造妖境一樣把它所有拆解 然後告訴你 你必須要有獨立的判斷 那我佩服你是一條漢子 我佩服你在做一件對的事情 對不對 你今天講說中共會用這種方式來影響 台灣的政治 你拆解了若干的案例 你同時也拆解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會用若干認知作戰的方式 來擺平不同的聲音 來塑造自己政治的正當性 所以我們必須要清楚的判斷 那我覺得你是好卡嗎 你對抗那種威權的政府 極權的體制 你有勇氣站出來 而且你還有能耐本事 拆解他們的伎倆 讓人民對於政治的判斷更清楚 那對 我支持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問題是你對 這個你講 這個中國大陸一直在做認知作戰 你講在野黨對於執政黨的挑戰 都是認知作戰的協力組織 都是認知作戰的一環 然後你講說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要一併打倒 然後你對於政府的認知作戰 對於對執政當局有利的認知作戰 你隻字未提啊 甚至變著方式幫他護航 他今天講這些東西 難道不是在幫政府護航嗎 難道不是在合理化政府對你的監控 政府對你的控制措施嗎 都是嘛 那你自己難道不是認知作戰的幫兇嗎 你自己就是認知作戰的一環 然後你說你要反對認知作戰 你要顛覆認知作戰 你不是笑話一折你是什麼 這個才是背後的問題啊 這個才是背後的問題 這不是A不A片的問題啊 這是你從頭到尾在搞 用綠共的方式在動洪共的問題嗎 這個還是最荒唐的事情嗎 你跟他做的都一樣啊 我們剛才講這些人代表 民進黨執政的麥卡錫主義啊 什麼叫麥卡錫主義 當初有一段時間 美國的反共的冷戰時期啊 反共的型態是很強烈的 美國國內的政局動盪 這些執政當局的政府 就要塑造共產黨的可怕之處啊 共產黨要來了 共產黨要跟我們打仗 共產黨要跟我們在各方各面競爭啊 所以你們不要再質疑政府了 不要再質疑我們的領導了 你如果質疑領導 你就是共產黨的幫兇啊 我們在跟共產黨的鬥爭 就要輸掉了 麥卡錫主義 叫麥卡錫主義 大家Google一下就很知道 這是個很簡單的政治的名字 你以外部的矛盾來 擺平內部的矛盾 打壓內部的雜音 跟挑戰政府的聲音啊 所以一個政府如果操作麥卡錫主義 他必然是反對反民主的嘛 他是反民主的嘛 因為他以維護民主為由 可是他實際上在行打壓民主之實啊 誰幹這事啊 這幾年的民進黨不就幹這事嗎 你所謂的抗衝保台 第五重隊 中共同路人 在地協力者 黑熊學院 難道不都是麥卡錫主義的幫兇嗎 他結論就是告訴你 無條件服從民進黨的領導啊 要不然你就要被 你就要被滲透了 你就要被第五重隊掌握了 你就要被這些東西抓住了 就是這樣子啊 用自己的認知作戰 用打擊對方的認知作戰為藉口 推動自己的認知作戰 用反共為藉口 維護自己的威權 這就是這件事情背後真實的主張 所以我講麥卡錫主義在台灣回魂啊 而且越搞越大 越搞越極端 這是台灣政治的危機啊 這也是賴清德政府的危機啊 這為什麼是賴清德政府的危機 因為整個政府 包含這些側翼大幅崛起 這些人不務正業 每天在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執政 誰還能夠健健康康的討論 各方各面的國政議題啊 誰要跟你討論健保點子 我們今天在講說要幫醫護人員 幫基層醫院爭取一些權益 健保要合理的調整 政府預算來做撥補 麥卡錫主義會說什麼 你們這樣就是掏空健保 你們這樣就是掏空國庫 為什麼你們要掏空健保要掏空國庫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共產黨 未來有辦法統治我們 你就要把民進黨政府打爛 我監督政府是行使我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幫基層醫護代言 幫基層醫院講話 是因為他們確實來拜託了 他們希望我們透過政策討論的方式 找到一條好的出路 結果被你們亂扣帽子 我們今天討論財政收支劃分法 我們希望讓地方的 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財政權限 每一年我多從中央拿一點錢 我不用凡事上報凡事申請 這一筆錢進來我想蓋 需要公園蓋公園 需要學校蓋學校 需要鋪馬路鋪馬路 不是比較快嗎 那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分工模式 你講說他們搶走了中央政府的錢 削弱了政府的影響力 未來就一樣又來了 又來了 未來就是要讓中國很好統治 每次都這樣子 每次都這樣子 我們在質疑能源政策 又講了 你們是唱衰台灣的能源政策 到最後又碎了共產黨的意 你什麼都拿這個東西出來說事 你什麼都拿抗中保台出來說事 你實際上在執行的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在打壓不同的聲音啊 凡是跟黨不同的都是為共產黨喉舌 你不是打壓我們是什麼 這就是認知作戰啊 這難道共產黨搞的事情一模一樣啊 所以這講誰才是統一最大的邦凶 如果未來真的統一的話 就是民進黨 他提早讓你適應了共產黨治理的模式啊 因為共產黨治理模式就是這樣 凡是質疑黨的統治的 都是境外勢力意圖影響 凡是質疑黨的政策的 都是外部勢力干預 意圖打壓我們的民族至尊 這一點還真是兩岸一家親啊 那你民進黨不是荒唐透頂嗎 那沈柏陽常常在講 黑熊學院常常在講說 共產黨在很荒唐的時候 你自己難道不是這個體系 這些做法的幫兇嗎 那你不是憋笑歸無尾嗎 五十不笑百不講你這種人嗎 所以這不是A片的問題啊 這是潛藏在A片背後 整個智商不在線的問題 多嚴重的事情 我講了嘛 我說誰能夠好好的拆解所有的認知作戰 我一定支持他 我一定支持他 拆解共產黨的認知作戰 拆解民進黨的認知作戰 你也來拆解國民黨的認知作戰 你也來拆解民眾黨的認知作戰 你也來拆解民眾黨的認知作戰 因為人民不應該被任何政黨欺騙 人民不應該被政客牽涉走 我完全贊成 完全贊成 所以我們需要有多一點的人 協助拆解 而不是拉一套打一套 然後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Victoria講說其實他是在炒熱度 我也有這種感覺 政治人物如果都變成網紅很危險 因為網紅需要流量 需要流量就不擇手段了 可是網紅又做政治人物 你做網紅還做政治人物 對我來講做政治人物比較重要 做政治人物比較重要 所以我有時候會遲到 我一定是質詢優先 我要來開節目之前 我一定是質詢完才過來 我一定是質詢完才過來 我寧願推掉節目 我也要 因為有主有從 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政治理念 我很高興也非常榮幸 但是本質上我是先是立法委員 我才有機會來做這個事 所以我立法委員本質工作要做好 那樣子 但是你政治網紅 你如果以網紅優先 你是忘記了自己的分級 比如說我們的審委員講自己去參加機密會議 你是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去了嗎 還是以哪 你難道除了立法委員的身份之外 你還是國家指派的秘密特務嗎 還是某一個政黨指派的秘密特務 然後你參加秘密會議 有什麼不能說的嗎 立法委員要盡量讓自己的事情公開透明 為什麼要財產申報對不對 不希望立法委員不乾不淨 那你還可以去秘密會議 而且更好笑的是什麼 你說被人家冒用登機 你取消了班機你的位置 被人家坐走剛好而已 你講說旅館有人冒用登機 我怎麼覺得我們在國外入住旅館都要付護照 所以你的護照冒用 那個人講跟你名字一模一樣 長得也一樣 當然不會看長相 名字一模一樣 所以他就住進去了 然後他還講說他去參加了會議 你如果這一群人都是類似黑熊組織的這一群人 要目標要殲滅認知作戰 你應該對於這些防衛的概念很清楚才對 你們應該是很好的朋友才對 那為什麼有人冒用你去參加會議 沒有現場 現場把這個賊給揪出來 好好把他問清楚 他只是打個電話給他說 你有人你好像被冒充了 他來參加會議 那你怎麼沒有當場拿問 這不是很奇怪嗎 後來又改口說 沒有冒名入住 也沒有冒名參加會議的問題 那你不是自打嘴巴嗎 你自己話都講不清楚的時候 那你真的有能力處理這些事情嗎 那我就講嘛 這就是為什麼 我為了要圓一個謊 或者我要編造一個故事 我就掉在那個裡面 然後花了一大堆時間去解釋這些東西 那A片的事情不也一樣嗎 因為我在節目上做效果講了一句話 然後我必須要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 這就是忘記立法委員的本分 你希望你各位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每天在講這些不找編輯的事情 跟你的本職工作合干 跟國際民生合干 對不對 你難道會希望你立法委員 這是不務正業嗎 這就是走偏了嗎 這是為了流量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對不對 所以就 你如果從政治鬥爭的角度 換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會非常說 歡迎繼續加油 每天講最好 對不對 可是回到大家立法委員的本質 大家都同事嘛 國際民生是比較重要吧 這種事情還是 不要以為沒有人可以拆解你們 少碰少碰微妙 好 最後一點時間了 講講能源吧 核電為什麼要修法 很多人講說不要當煞車皮 但是第一個 國際趨勢要改變 第二個 其實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對核能池開放的態度 一個政黨要能夠與時俱進 如果我們願意在這地方修法 即便被人家講當煞車皮 我們同時也在跟國際接軌 同時也在跟新的年輕的民意做接軌 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 再來 本來就有很多支持核能人 把期待放在國民黨身上 我們不能把這群人丟掉吧 這群人當初選舉的時候 我不敢講他出錢 出力總是有的 出力總是有的 但能源政策上 他提供了我們好多意見 我們難道不應該 有所作為 回報他們的支持嗎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的 這是代言的一部分 所以下個禮拜也會有核電修法 相關的這些法令 我個人是非常支持 但是一樣 我們剛剛都講 用法的實務面來講 會遇到哪些問題 這些適用選拔法 也會適用於核電修正 未來有時間 再慢慢的跟大家說分明 今天的時間到了 我要往下一站趕 也祝大家7月開始 有個美好的暑假 有一個美好的一週 我們心理院新觀點 政治庭安庭 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真的無論 las14次 是5分的 建築 澳橋 っと 最不可能 我份 我收1分別 這間 從 這間